哈喽我是侠律 哎 过年过年 真是转瞬即逝啊 没过多久 大家又要去上班了 而卡普空呢 也是非常准时的 在今天放出了 下次更新的预告的预告 啊 没错 预告的预告 而预告的时间呢 是在2月2号的早上8点 早吧 我说卡普空 你是个人吗 这个点 大家都魂飞魄散 魂不守舍 魂牵梦饶 谁想看你这个直播啊 除了我估计就没人看了 那至于更新了什么些内容呢 不好说 我们不知道卡普空 是挤了两个月的牙膏 还是说 他在变秘 他憋了一波大的 马上就要倾泻而出 当然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性 跟小绿出来走 其实是傲娇绿丝美少女的 可能性一样低啊 好 我们来回归正题 今天我们要打的是 双胸来袭 只蓝色妖姬 第一只怪物便是以活泼可爱 还会使用浮游炮 著称的燕狐龙 好上来我们砍一刀 然后调整站位 准备 进 哦哦哦 打出一个减轻硬直 直接接上 零距离属性 解放突刺 哎呀 插在这个燕狐龙的身上 真的非常有安全感 好 完整引爆 炸出一个倒地 打燕狐龙的时候 需要注意了 这个燕狐龙 虽然身骄体弱 一推倒 但是如果你不及时 把他推倒的话 那么他就要来推倒你了 好 他愤怒了 我们准备 进 没卡肉 握不出来 好 打出一个七绝倒地 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之中啊 那么愤怒之后 头上的火 肉质非常的高 我们疯狂的 先打一个二练战 再打一个小回环 再打一个练战 再打一个小回环 再打一个二练战 再打一个小回环 好 三套小回环差不多了 再接上零距离属性 解放突刺 好 压起身 打出一个破火倒地 一切都在绿神的计算之中 飞翔龙剑戳一戳 注意回复一下能量 我们再打两个变形战 再接上零距离属性 解放突刺 有这么点能量的话 就刚好足够使用飞翔龙剑了 所以要控一下能量 好 灵结躲爆炸 再接飞翔龙剑戳一戳 非常的帅 好 正好打出一个操龙 那么我们就用它 来对付待会的月薰龙 看到这个焰狐龙倒地的样子 我就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我自己 每天早上起床 哎呦好冷又倒了 起床 拿手机看时间了 哎呦手机也好冷又倒了 然后终于手机也五热了 眼睛也睁开了 然后就开始躺下玩手机了 所以说为什么焰狐龙 它若冰属性 那不就是和我一样 怕冷吗 那我再考考大家 为什么焰狐龙 它不肯玩水属性了 因为冬天水多容易憋尿 你们知道冬天憋一个尿 有多大的破坏力吗 首先要从温暖的被窝里起来 就需要很大的勇气 之后要国体跑到厕所里 又需要多大的勇气 在这之后 还有可能 它要躺在冰冷的马桶盖上 哇 这恐怖程度难以想象啊 如果电剧人里 出一个冬天专属的恶魔 我强烈推荐出一个 冬天憋尿恶魔 一定非常的恐怖 好 它隐身了 我们直接零距离属性 解放突刺 没中 不要担心 沉着冷静 以不变 以万变 击 呃 这个好像不太对 但是呢 反正也算我击到了啊 飞翔龙剑戳一戳 再接一个二连斩 再打一个小灰环 再打一个二连斩 高出力没事 没有了 那我们打一个一变 再接一个二变开刃 但是二变没中 那我们先打一个二连斩 再接一个飞翔 飞翔 飞天连斩啊 这个招叫啥我都忘了 再接零距离属性 解放突刺 你的血量 已经是风中残竹 我们乘胜追击 没炸死啊 隐身结束战斗 非常的帅 时长三分二十 还算快吧 哎呀 没有怪异化之后 感觉人人都是脆皮 拱两下就死了 好嘞 刚才打的月薰龙呢 感觉不够帅 缺乏两件要素 于是呢 我又去打了一把 把它补回来了 分别是日空气 以及灵解封结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配装吧 那么配装呢 请大家投币收取 其实这一套呢 就是上上上期放过的 可以灵解的 新时代减气瓶斩斧 适配了机墙三的那一套 我们的怪异炼成呢 武器是全攻击 然后防具是三个机墙 剩下两个随意 我练的是巧机 还有联机 护士学用的是 攻三若特二 311 好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了 Saiyuna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